- 公平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拋出了醫療衛生政策 拋出五支劍 原本二個鴻明峰要來 但最後卻是缺席 因為我哥哥是癌症乳癌的專家 所以他今天本來要來 就是為了癌症基金再度的不易 民進黨總算想到了 嘴裡說的哥哥 就是前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長侯明峰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召開醫療政策記者會 原本表定也會出席的侯明峰 怎麼沒現身 我們的健保署昨天相對 就是提出了有關於新藥專門的基金 那其實這兩個是可以互相呼應的 那侯院長認為說 既然他當初的目標已經達成了 所以他覺得這一次就是 讓市長來好好把他的政見所清除 所以他今天才沒有出席 身旁的議題召集人柯智恩急忙搶答 或許侯明峰就怕模糊焦點 就算人在辦公室也不露面 讓侯友宜自己說明健康五支劍 包括優先投資醫療支出達GDP 8%照顧腹幼和癌症預防 推動國民心理健康計劃 醫療採購透明化 緊咬政府高端疫苗爭議 只要我當選 這段時間民眾對很多疫苗採購 或很多對醫療的有一些必定 抱歉你就交給我 嚴重的有官商國捷的 我就成立特殊職查一查吧 面對綠白對手都是議事背景出身 侯友宜要爭取一屆票源 不只要端出政策牛肉 恐怕也得仰賴哥哥神助攻 借下君成心被採訪報道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今天則是舉行了全國各縣市競選總部的 三長授政會議 那麼其中在首都台北市 由英系的前衛福部長陳時中來擔任主委 就被視為因賴合作的指標質疑 來作為單親被說躺著選嗎 露出一抹微笑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神情一派輕鬆 因為面對選戰賴清德可是有悲而來 這回出席全國各縣市競選總部 三長授政會議 好久不見的陳衛福部長陳時中也來了 我們今天來的大概就是 應該是選舉就要開始了 就已經開始了 讓全體大團結副總統能夠勝選 例如我的目標還是要八席全上 不只要幫助賴清德取勝 更喊話立委八席全上 陳時中接任賴清德台北市競總主委 就被解讀是因賴合作指標之一 本來這場選舉就是跨越派系 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相較於反對陣營 我們這個全黨不分派系 不分這個立委議員 大家全部的一致的合作 全黨不分派系一致對外 不只在臺北市和英系聯手 賴清德故鄉新北市 由政國會立委于天出任 桃園市則找來客家大老國策顧問 范振修接任 台中市由新系的立法院副院長蔡啟昌出馬 其他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首長 也扛起重責大任 包含嘉義台南高雄以及屏東澎湖五個縣市 將分別由縣市首長汪章良 黃偉哲 陳其邁 朱春敏 陳光復 擔任各縣市進總主委 而在基隆市雖然上回丟了地方執政權 但由民進黨拿下議長的同志偉 擔任主委 新竹市交由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科建民單綱 新竹縣則是新世代的竹北市長 政朝方出任 在選戰進入倒數四個月的時刻 各地競選總部幹部就定位 還有展開地毯式催票啟動一系列政檢發表會 不受災也紛亂影響 賴清德站穩選戰步調要朝著勝選之路步步邁進 記得綜合報導